嗨 大家好 我是KK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如何用工業啟動器 Technic Launcher 或者是FTB等啟動器 來安裝模組包 其實這個 這方面的安裝教學已經比較簡單 就是跟那種 壓縮檔那種比起來 因為壓縮檔那個 你還要自己去裝Forge 然後你要自己把 壓縮檔裡面的 就是 裡面的模組 然後 然後 接下來你還要去你的 官方啟動器 還要再開一個 新的 設定檔 然後 進去然後這樣才能玩 有點麻煩的 那 噢不是這個 那我們現在就開這個吧 我們開Technic Launcher 嗯然後他就 開始在跑 蛤 有啟動器更新 好吧那就等他 其實是有點麻煩 沒關係 反正就最新版吧 沒關係 反正就最新版吧 好美啊 啊 都怪我沒先更新 你看你們都要多等好幾秒鐘 真是 我對不起你們啊 會不會太慢 啊 啊 終於跑終於跑 終於跑 嗯 這是什麼 喔 還有Special Requiem 欸什麼時候有這個 好那先不管 我等一下再自己看 那這個東西 怎麼會出現這樣子 對 像這個 就是 一開始會跳出探索 其實 一開始會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已經登入過了 然後記錄紙照好 我就直接登入了 然後進來之後的話 這個 基本上都還好 就 比較可以不用理他 那 比較注意的是 整合包這邊 然後 就你要去找你喜歡的模 喜歡的那種 模組包 然後 相信可以 打這個 technicpack.net 啊 太煩了 把他刪掉 嗯 你要進去這個官網呢 technic的官網 然後你就可以 discover 你可以找一些模組包 就是 就是這邊 往下找 然後找你喜歡的然後 其實在這邊也可以找 就是這邊的話 可能 可能會看不到說 推薦什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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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麼 因為我是還沒有發現這個功能 反正就 找到之後 像是 OhGamings Wild West 2 像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喜歡的話 我可以 把這個名字打上去 他可以自己找 然後打一次 OhGamings 噢 煩欸 找不到嗎 好吧 好吧 看來要去那個網路上找 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好像變這樣子 然後 反正就是 進來之後 然後你就按 Install this modpack 然後他就 他就會說 你這個網址已經貼到 貼到那個裡面 貼到 剪貼布裡面 然後你就 貼上去 然後你就會出現 然後你就會出現 安裝 嗯 那我就不安裝囉 因為 這不是我講的重點 對 然後如果有更新的話 就會出現這個 升級 對 這個是我自己的 那個 完整的模組包 然後就是 裡面的模組 有點多 反正我就不啟動了 就是 假設啦 因為我 我有跑過這個 進級的B小隊 我就啟動一下 如果你沒有下載過他的東西 他會 先幫你下載 然後就 然後就 自動幫你跑 那這樣不是就方便多了嗎 跟原 原版的那種比起來 嗯 不過進級的B小隊好久沒更新啦 怎麼還是1.6.4呢 我也是多久沒和我朋友 玩這個 進級B小隊 不知道現在最紅的模組包是哪一個呢 像以前這個就 沒有進度 進度表 好慢喔 為什麼跑模組包可以慢成這個樣子呢 難道是因為我在錄影嗎 對啊怎麼 怎麼跑這麼慢 才跑1G而已 應該快跑好了 我在猜 只是沒有進度表 就是比較麻煩 對啊 哦對 118個模組 好這 這不是我要講的 那 那就先錄到這邊囉 下次再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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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